小女孩沙伦常常梦游,并且画一些很怪异血腥的话 罗斯在悬崖边上救下了正在往下跳的沙伦 又一次经历了差点失去女儿的情况后 罗斯不顾丈夫克里斯的反对 依然带上女儿寻找女儿梦游时口中的寂静灵 寂静灵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根据罗斯查到的线索,寂静灵曾是一个矿业小镇 1974年,那里曾发生一起大火,引燃了地下煤层 地下大火至今仍在燃烧,目前已经成了美国最著名的鬼城之一 加油站加油时,罗斯询问年轻的女店员寂静灵的路怎么走 女店员告诉罗斯,那条路早已不通了 顺便再告诉了,她的卡已经被停掉 再往外走时,罗斯打通克里斯的电话 他质问克里斯为什么停掉她的卡 还表示,你就算停掉我的卡,也不能阻止我去寂静灵 对话中还可以得知,沙伦是罗斯夫妇领养的 克里斯劝罗斯,我们应该送沙伦去治疗,而不是去寂静灵 罗斯表示,吃药没用,再一次拒绝了丈夫的提议 并且自顾自刮掉了电话 罗斯的怪异很快引起了巡警的注意 身穿皮衣皮裤大皮靴的酷女警试图拦下罗斯问话 可罗斯仿佛入魔了一般丝毫不理 罗斯开着车,女警在后面追,一路不停地到了寂静灵 随后发生了小型车祸晕了过去 醒来后的罗斯,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白茫茫的环境下 天空还飘着雪花 罗斯一转头,副驾驶的女儿不见踪影 车门也已经打开 罗斯赶忙下车 而一下车,罗斯顿时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天空中飘落的根本不是雪花,而是灰烬 罗斯往小镇跑去 与小镇外那块寂静灵欢迎你的木牌擦身而过 诺大的小镇空无一人 罗斯茫然思顾,呼喊着自己女儿的名字 周围陌生的一切都给她带来巨大的恐慌感 接到远处,一个小女孩的身影穿过马路 跑向了对面的小巷 罗斯把腿追过去 来到了一个通往地下的长梯 奇怪的警笛声响起 罗斯回头看了看逐渐变暗的天空 坚定地走了下去 一片黑暗中,罗斯掏出打火机 凭借着微弱的光四处打亮 继续向前走着 这里像是一个废旧的工厂 潮湿的墙面,生锈的管子 两边都是铁丝网 一转弯,地上是一滩血肉模糊的东西 罗斯拿着打火机往网上看 铁网上还挂着一具穿着防护服的尸体 摆成了耶稣的模样 一双眼大大的睁着 罗斯尖叫着后退 随即,罗斯像是撞到了什么 回过头,一个灰色小怪物 张牙舞爪地向他伸着手 罗斯崩溃地大喊救命 丢掉打火机往外跑去 越来越多的怪物向罗斯涌来 罗斯的风衣在拉扯中被拽掉 罗斯不小心摔倒在地 怪物们伸出手拖动着罗斯 罗斯绝望地尖叫着滚开 突然发生了什么 怪物们退后了一步 身体开始燃烧 慢慢变成灰烬 罗斯眼一黑晕了过去 在醒来时 一切已归为平静 天亮了 罗斯在小镇上奔跑着 焦急地四处寻找沙伦 希望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 街道的出口处不自然地断开 罗斯探头往下看了看 仿佛深渊一般凝望着罗斯 罗斯的心被眼前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揪住 就在这时 一个奇怪女人的声音 从罗斯背后传来 罗斯告诉这个奇怪女人 我在找我的女儿 女人回答 我也在找我女儿 罗斯掏出沙伦的照片 给奇怪女人看 女人像是发了狂 企图抢走罗斯的照片 并且表示 这是我的女儿 良人争抢起来 罗斯一把将那奇怪女人 推倒在地 迅速跑了 另一边 克里斯来到修车厂 拿出罗斯的照片 询问着那个大爷 大爷不为所动 克里斯继续问道 那你知道寂静灵怎么走吗 大爷继续推辞 但又给出了一点 寂静灵的线索 克里斯十分上道地 掏出一叠钱 与此同时 罗斯在小镇里 四处都寻找不到 小女孩的身影 不得已 回到车上 给克里斯打求救电话 正在启动车的时候 皮衣女警出现了 他将罗斯这个 高度疑似人贩子的 女人逮下车 并声称要逮捕罗斯 罗斯解释 那是我女儿 现在他跑丢了 我要去找他 女警丝毫未信 女警呼叫总部 却迟迟得不到回应 他带着罗斯 准备步行回到警局 克里斯接到了罗斯的留言 听到妻子 断断续续的求救声 他心急如焚 开到一半 被警车拦住去路 警察告诉他 已经找到了他妻子的车 但是空无一人 而另一头皮衣女警 也看见了那个 犹如深渊般的马路断面 他也开始察觉到 事情的诡异之处 正当他带着罗斯 往回走的途中 一只高大的灰色怪物出现 无脸无手 无器官 甩着小内巴 向二人走来 身上还滴落着黑色不明物质 直接把地面都腐蚀了 怪物率先出招 胸前喷出大股不明物质 女警拿着枪反击 而罗斯也趁此机会 甩开女警 身姿矫健的跑了 罗斯直直往学校跑去 呼喊着女儿的名字 破旧的教学楼 依旧也是空无一人 罗斯一尖尖寻找着 这时在转角处 发现了身着防护服的人 处于下意识 罗斯拔腿就跑 来到了一间教室 在教室里 他发现了一个小女孩 特别的桌子 似乎饱受校园欺凌 正在查看的时候 一个身影缓过 罗斯追去来到了厕所 他听着小女孩哭泣的声音 一尖尖查看都没有 来到最后一间 小女孩的声音还在抽气 罗斯推开门 里面不是小女孩 是一具被铁丝缠成畸形的 男性裸尸 罗斯强忍住恶心 根据提示 从尸体口中拿出线索 就在准备离开时 那群穿防护服的人又出现了 罗斯锁住门 门外是强烈的撞击声 就在罗斯害怕到祷告时 门外的人带的鸟开始躁动 他们突然走了 奇怪的警惕声又响起 还没等罗斯反应过来 世界又开始变样 墙皮开始脱落变成灰烬 尸体都开始复活 厕所里的男裸尸 以体操员都无法做到的姿势 甩着舌头向他爬来 罗斯尖叫着逃跑 怪物追逐着他 罗斯躲进一个房间 开始痛哭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一切了 他跪倒在地 面对这一切 他束手无策 一群长着人脸的 巨大甲壳虫向他爬去 一双手狠狠拖着他 往另一个房间带 他无力地喊着 放开我放开我 那双手将他拖进房间 迅速关上门 原来是女警救了他 两个人躲在房间 门外是头顶三角体怪物的暴力拆门 几经绝望 世界开始翻转 怪物们又开始变成灰烬上浮 世界又归于平静 女警也开始崩溃 他开始相信了罗斯说 这个世界很怪的话 他们开始一同寻找沙伦 以及出去的道路 很快便找到了 这个小镇的第四个人 一个年轻女人 他们还得到线索 存活的人们都在教堂避难 在111房间的信箱里 罗斯找到沙伦的话 罗斯决定去111房间找找 同一时段的现实世界里 克里斯不顾警探的反对 偷偷去了档案室 查找着寄静里的资料 他想早日找到妻女保护他们 他发现一个三度烧伤的 受害者之前的照片 而那个小女孩 居然和自己的女儿一模一样 罗斯 女警和年轻女人 三人来到酒店楼层 罗斯用一把匕首 划开一墙面画 成功找到111房间 房间和另一栋楼被打通 他们越过两栋楼中间的缝 他们发现 这个心道的房间曾经被烧过 罗斯四处查看 发现了一个小女孩 蹲在角落正在哭泣 极腹同情心的罗斯向她走去 发现她居然和沙伦长相一样 小女孩在她面前 表演了一个自然 最后消失 年轻女人突然呼喊起来 鸟儿们开始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罗斯和女警 跟着年轻女人奔跑着 不祥的警笛声响彻小镇 狼狈的人群朝着教堂跑去 奇怪女人又出现了 她拉住女警 企图劝她不要进教堂 天黑了 头顶三角体的怪物出现 怪物拎起 没来得及跑进教堂的年轻女人 一把揪光了年轻女人身上的衣服 众人看着这一幕惊呆了 怪物继续伸手 就像揪掉了衣服一般 将年轻女人的皮肉揪掉了 罗斯和女警恐慌地躲进教堂 只剩一团血肉的年轻女人 被怪物狠狠砸在门上 教堂里的人们像看着异类一般 看着他们两人 还没来得及悲痛 教堂的人们愤怒地指向他们 想要赶走他们 女警拔枪朝屋顶射了一记空枪 一个顶着老巫婆发型 神圣叨叨的女人出现了 她带领着教堂里的人们开始祷告 众人极度虔诚 跟着她背诵全文 现实世界的克里斯 来到了当初领养女儿的教堂 想询问修女找到线索 修女拒绝了她 克里斯迫切地拉住修女 文讯赶来的警探古奇制止了她 并且告诉了她往事 三十年前起火的那晚 小镇的教徒残忍地虐待了那个 和克里斯女儿相似的小女孩 警探劝克里斯回家吧 你不行啊老弟 让我来拯救这个世界吧 不 小镇 灰色世界里的罗斯 在和神刀女人谈话 要求人家用信仰帮自己找到女儿 神刀女人不甘示弱 只有恶魔知道你女儿在哪 如果你愿意面对恶魔 我也可以帮你 罗斯同意了 一行人开始往目的地走去 女警试图拦下她 罗斯依旧听不进劝 神刀女人掏出了罗斯的照片项链 想还给罗斯以鼓励她 不料发现 罗斯女儿和他们口中的恶魔一模一样 神刀女人要捉住罗斯 女警拦下了神刀女人和她的小弟 让罗斯去寻找她的女儿 自己被群殴 罗斯根据记忆里的路线走着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大片怪物 罗斯定神一看 一群无脸的小护士 低胸超短裙 罗斯的电筒一照到他们 他们便扭动着身子 举着小匕首 步履蹒跚地向她走来 罗斯关掉电筒 向他们慢慢走去 想要穿过他们 刚走到中间 小护士们开始相互割喉 罗斯快速跑过 推开一道门进入 白光乍现 大boss阿雷莎开始说话 她告诉了罗斯当年的真相 当年的小女孩 阿雷莎饱受同学的欺凌 在躲避那些同学时 在厕所被校工玷污 神当女人质问 阿雷莎的母亲 也就是那个奇怪女人 为什么不说出她父亲的名字 你给大家带来了罪恶 我们只能集合教众 进行审判 清洗这不洁之事 恢复清白 女孩被那群 道貌爱人的教徒 活活制考 意外来到 那个巨大的火盆翻了 整个饭店被烧了起来 阿雷莎的母亲 带着警探骨骑出现 可惜已经太晚 阿雷莎已经被烧得浑身漆黑 只剩一口气在 阿雷莎被骨骑警探救了 可是生不如死 回忆结束 罗斯找到了阿雷莎 一个成年的被烧焦了 躺在床上的阿雷莎 还有个幼年的 自称是阿雷莎黑暗面的小女孩 小女孩告诉罗斯 她的女儿沙伦 是阿雷莎用仅存的善良 幻化出来的 那群教徒一直在欺骗自己 阿雷莎要复仇 而罗斯可以帮助她 罗斯问小阿雷莎 为什么选我 小阿雷莎告诉罗斯 是你选择了沙伦 现在 那个神刀女人就要找到沙伦 并且要清洁她 罗斯大惊问 我能怎么做 小阿雷莎告诉罗斯 你只需要说出真相就好 随即进入了罗斯身体 果不其然 神刀女人和她的小弟 抓住了沙伦 阿雷莎的母亲出现 想要保护沙伦 当初她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使得她后悔至今 重来一次 她没有退缩 奇怪女人 被神刀女人的狗腿子们按住 女警被高高绑住 他们又要重举仪式 女警呼喊着 想要唤醒人们的良心 狂热的人们早已失去理智 他们欢呼着 兴奋地看着女警 一点点被烧死 女警痛苦地喊着 而人们的嬉笑声 却穿破教堂 多么讽刺 那个善良正义的女警 被烧死了 狂热的教徒没有满足 他们痴痴地看着神刀女人 附和着她 准备继续烧死小女孩沙伦 罗斯犹如神兵天将 出现在教堂门口 她来拯救自己的女儿了 她拆穿了神刀女人的谎言 她告诉人们 她从外面生机勃勃的世界里来 你们活在自己制造的炼狱 无可救赎 因为你们都被诅咒了 这个女人利用你们的恐惧 控制你们 指使你们烧一个无辜的女孩 人们呆住了 神刀女人见自己的微信 受到质疑 掏出一把刀 直直捅向罗斯 随即丢掉刀 举起双手 示意自己无罪 狗腿子们两三个的开始附和 罗斯的血滴在地板上 黑暗世界乍现 大boss阿雷莎出现 众人终于开始惧怕 首当其冲的是神刀女人 她被无数根铁丝举到半空 铁丝从她身体里穿进穿出 最后撕成两半 狗腿子们想去伤害罗斯 被阿雷莎两下料理 血溅了罗斯一脸 阿雷莎的杀戮还在继续 罗斯救下女儿沙伦 紧紧抱着她捂住她的眼睛 沙伦从罗斯的指缝中 与那个黑暗阿雷莎对视 同样是如天使般的小女孩脸庞 却是不同的神色 沙伦晕过去了 一切结束了 罗斯牵着沙伦往外走去 阿雷莎的母亲 失魂落魄地坐在教堂门口台阶上 为什么她不要我的命 罗斯回答道 因为你是她的母亲 沙伦和阿雷莎母亲深深对视了一眼 最后跟着罗斯走了 天空依旧飘着灰烬 灰蒙蒙的大雾里 罗斯开车带着沙伦回家 途中打电话给克里斯 我和女儿现在回家了 克里斯在那个黄澄澄的温暖的世界里 接到电话 但不知道是不是信号不好 没有听清 罗斯和沙伦到家了 房子里空无一人 另一边克里斯从沙发上惊醒 她似乎感觉到了罗斯和女儿的存在 她跑到玄关处打开门 没有人 这一切难道还没有结束吗 影片结束 影片呈现了三个世界 黄色调温暖的现实世界 灰蒙蒙让人不安的世界 黑暗的有着不明生物的世界 而灰世界与黑世界相互交替 本片主题引用片中的台词 一在孩子眼里 母亲就是上帝 阿雷莎的母亲因为太过懦弱 使得阿雷莎在学校饱受欺凌 甚至最后永远的失去了自己的女儿 而沙伦的母亲摩斯 尽管她冒失脆弱又一意孤行 但她对女儿的爱 使得她冲破种种磨难 最后成功救下自己的女儿 二 你们所谓的保持圣洁的偏执执念 才是罪恶本身 相比起恐怖 基金灵给人最大的 其实是直观上的震撼 因为单亲家庭 而受到校园霸凌的小女孩 被校工玷污后 却要被烧死 梅基名曰清洁 而人们面对人死的冷漠 以及叫好 无一不让人沉默于深思 究竟是嗜血的怪物恐怖 还是扭曲的人性更让人发指 就留给观众思考了 好了 今天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表妹 我们 Paso 如果说你们来